自去年3月,美国遭遇新冠疫情,取消实体聚会以来。 今天,大洛杉矶华人教会同工联会第一次在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举办了实体聚会。 今日上午10点半,大洛杉矶华人教会同工联会的每月联合祷告会第一次重新恢复实体聚集。 在过去一年多以来,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同工联导会都在网上举行。 现在,再一次回来实体现场,报道人数远超过预期,十分踊跃。 主办方,大洛杉矶同工联会总干事陈以诺牧师对此充满了感谢。 我在筹办这个聚会的时候,跟今天的主办单位,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 我们在筹备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非常激动。 因为真的是带着好像办喜事的心情,在办这个活动。 非常感谢神,今天有大概六十几位到将近七十位的牧长同工们聚集在这里。 有很多的自身的牧长在这里。 我们为今天,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 希望神能够继续带领我们在疫情过后,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赶快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激励,回到教会实体聚会。 而携伴这次实体聚会的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全力预备和过去不一样的实体聚会方式,也同样是有着全新的体会。 过去都是在网上线下聚会,今天很多同工一起见到面,感觉非常的亲切。 这是靠网络的话,我们很多感情不能传递。 但是今天见面的确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保罗说要亲自到某一个城市去探访那些信徒, 的确是亲手摸过,亲个眼看过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感谢主,北美华生能够开放,同工也愿意全部配合,能够大家一起来聚会, 超过我们所预计的人数,大家都很踊跃。 所以谢谢不同的教会的同工来支持,所以我们非常高兴,感谢主。 在会场,由北美华生副教授方正明博士主讲信息,当代华人教会合一中的霞凤, 结合教会现况,让许多与会嘉宾对这第一次的实体聚会有特别的领受。 我很感动,因为我以前完全没想到这个代购的问题,ABC,OBC, 哎呀,这个真的是给我,我是音乐家,我最不会讲话,但是这个给我很大的感动。 感谢主,这一次可以参加,也看到洛杉矶有这么多的同工, 这次方牧师讲的信息非常合这个时代的需要,我们需要两代合一,感谢主。 很感动吧,因为我想基督徒生命当中不单是需要我们通过线上的聚会, 很多需要实体的聚会,团聚,彼此分享,所以今天真的很感动,也希望教会可以重开。 只是很期待,因为呢,这个人与人之间不是在网上面见面就好, 那是实体的,大家有见面握个手,打一个手张也好。 随着北美地区的疫情趋缓,特别是在洛杉矶地区, 许多的华人教会也陆陆续续的开放实体聚会了。 而今天,大洛杉矶华人教务同工联会的实体联导会, 而且是第一次的实体聚会,就在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召开了。 今天呢,我们也看到,这的确就是,应该是疫情渐渐地不再影响教会的一个迹象。 而我们也盼望呢,第二次,华人同工联导会, 即将要在开录者国际传播协会召开的时候,在下个月份, 同样像今天一样,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牧者, 出来告诉我们,在神的教会里面, 现在疫情真的已经不再影响我们了。 以上新闻,由开录者快看新闻记者张静为您播报, 在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 开录者在YouTube的视频平台, 开录者视频,Kairos Media的快看新闻。 每期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一点播出。 在短短的时间内,提供大家一个快速看见重要新闻, 教会机构活动,以及开录者消息的机会。 盼望这个节目能够更成长茁壮, 帮助基督徒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关心和祷告, 认识开录者的侍奉, 以及提供教会机构活动的消息, 一同推广神国的事工。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观看与转发哦!